美国梅拉诺文化研议与中国风艺术协会 将于5月20日晚期时 在洛杉矶柔斯密剧场 隆重举行首届议会东西亚太裔传统约音乐会 邀请华裔韩裔日裔印度裔太平洋岛裔艺术家同台演出 用音乐庆祝传统让旋律凝聚社区 4月21日音乐会新闻发布会 在洛杉矶圣盖布西莱登酒店隆重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领事财运毛琴 圣盖博士市议员丁延宇 西可文娜市市议员吴同怀 南帕泽丁娜市市长迈克·卡索蒂 美国加州蒙特里公园市前市长 美国粤高澳大湾区总商会会长林达坚 桥团代表和主办方 艺术家代表等嘉宾参加了发布会 从1992年开始 每年5月份 美国本土都会举行 亚洲及太平洋岛裔传统乐 通过在全美弘扬与展示亚太裔文化艺术 纪念与彰显亚太裔族群 对美国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同时致力促进不同社区间的融合与了解 这次活动取名议会东西 亦与来自东方的文化艺术 在美国生根发芽交流融会 在保留传统元素的同时 吸收本土特色彼此交融 我们的旋律 我们的社区 这是两家主办方共同的活动口号 希望借助这一活动的举行 让亚太裔民众更了解本族裔丰富灿烂的文化 使不同族裔的观众了解与喜爱亚太裔艺术传统 通过音乐助力美国多元文化的发展 与跨族裔的沟通与理解 让艺术彼此互通 让文明彼此共建 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旋律 这也是我们共同主办方 统一定下来的一个口号 5月20号 我们将有中华国院团 非常著名的国家级指挥 现军老师和我们的院团 以及我们邀请了 韩裔 日裔 印度裔 太平洋岛裔 各组的艺术家们同台演出 期待大家光临5月20号 在Rosemy High School 演出的议会东西 亚太裔文化乐音乐会 在5月20日这天 来欣赏由来自华裔社区 非常知名的中华国乐团 所带来的精彩的明月经典 以及流行星座 以及来自King & Wang Korean Dance Academy 所带来的韩国战鼓和远古舞蹈 日裔三味弦和键盘艺术家 所带来的日本名谣 和非常经典的Ghibli 宫崎骏电影的选段 以及印度艺艺术家 所带来的北印度艺 这个北印度鼓和琴的一种合奏的音乐 还有两位来自夏威夷的艺术家 所带来的Euklele的表演 很荣幸这次参加议会东西的音乐会 我们谈播乐团 我们谈播乐有 这世界有这么多人 还有我本人有一个独奏无极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音乐会将由南家著名双鱼主持人小鱼主持 音乐会售票现已开始 观众可以通过网站了解更多的信息 购买门票 520我爱你不戒不散 华夏电台记者盛开博士采访报道